越南人会这么愤怒 难道是跟薪水有关吗 现在外界是质疑说 越劳的平均月薪只有5000到7000块钱 不只是跟陆干相差了五倍 生活水平恐怕是比台湾22K还要差 而一人海伦青桃也说 薪资停滞不前物价持续上升 或许是让越南人情绪一次爆发的原因 工厂人员忙不停 越南暴动延烧 现在被质疑越劳跟陆干的薪资差了至少五倍 成为暴动原因之一 管理阶层一般都是请陆干过去 因为陆干它的平均薪资应该在3万至7万 两年都没涨 可是物价一直在涨 从找到没有看到这么激烈的这一次 所以这个大韩境造成越南人就是愤怒加倍 越南最低薪资大约4000多台币 以工厂作业员跟银行职员举例 每月平均薪资从6436元到1.14万台币 大约只有台湾基本工资的三到六成 每小时平均薪资11.76元新台币 更是只有台湾的十分之一 生活水平恐怕比台湾22k还差 6000块能够怎么样的生活 就是一般般的 蛮底层的生活 现在越南的一个便当已经卖到60块了 2011年到2012年 越南CPI上涨到14% 2013年降到6.04% 预估2014年还会再升7.1% 物价波动大 生活不易 比较起来 路干平均月薪3到4万台币 越干约2万上下 但基层越劳平均只有5到7000 长期下来也引发彼此心结 就像牛一样不打不边打它不会走 它不会局一反三 路干它们的管理比较强悍比较凶悍 越南台湾商会也强调 外资包括日本韩国给越劳的平均月薪都差不多 停滞不前的薪水或许让这次暴动更加情绪失控 东森财经新闻陈轩如汪林奇综合报道